随着冬季的来临 俄乌在多线的争夺再度激烈起来 25号 俄军攻入了顿内茨克地区 库拉霍卧市中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目前乌军在库拉霍卧方向的形势是最困难的 乌军面临的局势是否还会继续恶化 面对这样的局面 美西方是否已经坐不住了 在掀开一张张底牌的同时 俄乌冲突又将向什么方向去发展呢 就这些话题 我们的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 特约评论员杜文龙 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亚索副所长陈宇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俄乌前线战事的最新情况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25号发布视频称 俄军已攻入顿内茨克地区 库拉霍卧市中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天称 目前乌军在库拉霍卧方向的形势是最困难的 乌军正在努力加强阵地 根据俄方公布的视频 目前俄军正在库拉霍卧市中心的多层建筑区域作战 乌军装甲车辆试图在街道中发动反击 但被俄军无人机击中 对于城内一手难攻的高层建筑 俄军侦查发现多个发射架目标后 派出无人机飞入建筑内炸毁相关设施 另一方面 俄军25号继续在库拉霍卧以南由东向西推进 逐个清理这里的数个定居点 俄新社25号称 乌军正在俄军火力包围下逐步后退 在距离库拉霍卧不远的大诺沃西尔卡 俄方25号称已经成功攻入城内 并控制了城区东部的厂区 俄军还基本控制了大诺沃西尔卡以北的罗兹多尔内 乌军已退至村西的防御攻势内 其背后的补给线面临严重威胁 对于这一方向的战事 有乌军人员表示 尽管大诺沃西尔卡仍属于对涅茨克地区 但这里距离扎波罗热地区和地涅波罗 彼得罗夫斯克地区最近不超过20公里 这里一旦失守 乌军将付出沉重代价 在北线库皮扬斯克方向 俄国防部26号发布消息称 俄军控制了库皮扬斯克以南的科潘卡定居点 此外 有乌克兰媒体25号称 俄军已在库皮扬斯克以北横渡奥斯基河 并建立了桥头堡 不过 部分俄罗斯媒体认为 目前还没有相关视频证据 相关消息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与此同时 乌军25号再次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袭击了库尔斯克的一处军用机场 一段视频显示 乌军发射的一枚导弹装有极数弹头 视频拍摄者险些被击中 乌军称这次袭击摧毁了机场的S-400防空系统 俄军则称该机场正在修建掩体 没有飞机驻扎 对于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 美国彭博社25号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英国政府几周前向乌克兰交付了数十枚 风暴支颖巡航导弹 此次交付没有公开宣布 知情人士没有透露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导弹数量 英国政府上次向乌交付风暴支颖巡航导弹 还是在今年4月 当时苏纳克是英国首相 对于英国方面的举动 俄罗斯媒体24号披露了一份 英国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 文件显示 英国早在俄乌冲突初期 就制定了一项名为炼金术的计划 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升级和延长俄乌冲突 文件还表明 英国有意让美国和欧盟 进一步卷入与俄罗斯的冲突 伦敦一直是推动乌克兰战争延续的关键角色 对此英国政府暂时没有回应 另据法国世界报25号报道称 英法两国再次探讨了 向乌克兰派遣欧洲部队的想法 英国首相斯塔莫 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巴黎时 与马克龙探讨了相关话题 派遣人员中 可能包含军事技术专家或雇佣兵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 俄军在25号 是攻入了库拉霍卧的市中心 而且与此同时 俄军在库拉霍卧的南部 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短片当中还提到了 泽连斯基说 现在乌军在这个地区的局势 是最困难的 陈相在您看来 泽连斯基说的这个难 究竟是难在哪里 乌军一旦失守 这个地方对于整个战局来说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确实 现在在库拉霍卧地区的形势 对乌军来说是比较艰难 因为俄军应该说是从多个方面 那么来进攻这个库拉霍卧地区 第一个就是刚刚短片里也谈到 你也说到的 从东边往西 打进了库拉霍卧的市中心 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 而且在西北边 俄军在库拉霍卧的水库的西北边 也是形成了一个突出部 如果这个突出部继续抵达 库拉霍卧水库西部的话 就可能从后方来包抄 乌军的退路 而且现在俄军也是沿着 库拉霍卧水库的北岸 从东往西推进 据说有一部分俄军是渡过这个水库 进入到库拉霍卧市 那么来进行作战 包括刚刚短片里提到 俄军其实在库拉霍卧南部 也是从东往西在推进 来控制了一个叫达尔尼的村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俄军对库拉霍卧地区的攻势 就像一只大手一样 他剥个手指 那么共同来抓住库拉霍卧地区 那么乌军陷入了一个 被包围的这样一个态势当中 所以确实比较困难 而且观察整个顿尼茨克西南部的 这个战事就能发现 其实不仅是库拉霍卧 俄军形成了一个包围态势 包括刚刚短片里提到的 大诺沃西尔卡 现在俄军也是从南部 东部以及这个东北部 三个方向来形成一个 合围的态势 所以说我想未来一段时间 对于整个顿尼茨克西南部的 这个形势来说 乌克兰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 那么如果说这个俄军 未来能够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能够控制大部分的这个顿尼茨克西南部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会把乌军 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突出部给拉平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对接下去乌军 对红军村一局后续的防守 构成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们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 整个南线 对这个局势的发展情况 我们就能够发现 在过去的一周当中 俄军在库拉霍卧 包括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 这个图片上大块的红色区域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俄军的进攻速度究竟有多快 那么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 今年下半年的战局走向 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综合了俄乌 还有第三方媒体的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从6月份开始 俄军每个月新增的 控制区域的面积 呈现出了逐月上升的一个趋势 仅仅在11月的上半个月 俄军新控制的面积 就相当于8月份 一整个月所控制的面积 杜先生现在我们看到 冬季已经来临了 这样的趋势 您认为还会继续下去吗 的确呢 11月份前15天 攻占了357平方公里 以及相当于8月份 全月的攻占面积 目前看呢 俄罗斯有可能充分 利用乌克兰的双冬天 或者是多冬天效应 发起大规模的攻势行动 目前呢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理环境相当 如果气温急于下降 那么地面冻结 这样装甲作战部队 在前线作战行动的障碍 将会进一步消失 所以有利于展开大兵团 进行高速的装甲突击 如果今后强硬的作战兵力 在战线发起大规模突击 这样打穿 最后一条防线的可能性 正在逐渐增加 如果在库拉霍方向 利用冬季效果发起大规模突击 利用乌克兰后勤不济的态势 有可能短时间内会抵达近年火火 所以气温的下降 预示战场温度将会进一步增高 第二呢 是军援的这个冬天 目前美国向乌克兰军事援助 正在降温 其他国家的援助也是金黄不接 如果面对前线严重的局势 西方国家之前答应的额度 和武器装备无法兑现 这样呢 对于前线的物军 会产生不利影响 从美国的军援来看 好像援助的力度 包括援助武器 跟乌克兰需要 口味并不太相同 比如拜登政府声称 给防部围巾地雷 如果能够运用到防部围巾地雷 说明了前线 现在攻击行动的武器装备 美国并没有想大规模的提供 所以目前看呢 军援的冬天 有可能造成乌克兰 需时的进一步被动 另外呢 现在特朗普的政策 也面临比较大的变数 如果在拜登执政的最后两个月 俄罗斯能够强化攻势 占领更多的土地 这样呢 一旦特朗普所谓的冻结战术出现 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地盘 在谈论过程中 也有更多的筹码 所以自然的冬季 和原物冬季 双冬天的到来 会让俄罗斯有更强的攻势 但是我们看到 在目前这样一个局势 极端不利的情况之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23号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却表示说 他觉得俄乌冲突 完全有可能会在2025年结束 实际上在您看来 在这样一个多线告急的情况之下 乌克兰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信心 说出这样的话来 确实 我想这个 现在乌克兰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那么我想为什么 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乌克兰会这么说 应该说这个情况是非常明确的 乌克兰政府呢 我想他也是知道现在情势很严峻 为什么还要说2025年有望来结束呢 我想当然从乌方的这个想法来说 他当然是希望以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式 或者说乌克兰胜利的方式来结束 但是实际情况来看呢 我想至少在2025年 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那么他还说这个话 我想很大程度上 他是要给特朗普示号 给特朗普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告诉特朗普 乌克兰呢 也并不反对 那么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结束 俄乌冲突 也就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像过去那样 保持一种不愿意谈判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不与特朗普的这个立场来直接对撞 那么保持自身的一定的回旋空间 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呢 乌克兰也会试图 通过与特朗普的接触 那么来试图来塑造特朗普的 对乌乌的政策 比如说 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一个 不太愿意妥协的人 那么不太愿意向别人示弱 那么也许乌克兰就会试图塑造特朗普 告诉特朗普 不能对俄罗斯轻易的妥协 不能对俄罗斯示弱 那么即使说 未来要谈判结束冲突的话呢 那么也要通过支持乌克兰的方式 强化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地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乌克兰看来就有可能 更轻易的这个来结束冲突 我想这是乌克兰希望做的事 就是要通过未来来塑造特朗普的这个立场 那么来 对以这个对他相对来说 有利的方式来结束冲突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吧 现在乌军在前线面临一个不利的形势 美西方肯定是坐不住的 但是我们很有意思的发现 现在表现最积极的可能还不是美国 反而是英国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英国政府不仅在西方整体的松绑之前 就给了乌克兰一批新一批的远程导弹 而且揭露的这个秘密文件还显示 英国早在冲突的初期就已经制定出了计划 要让这个冲突永不停息 当然了这样的报道和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感觉 就非常的接近了 那杜向你认为英国为什么会乐此不疲的 要把这滩水来搅混呢 英国伦敦方面就这么愿意做这个急先锋吗 欧数爆发以后 英国的角色一直很特殊 找存在感的现象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急迫 更加焦虑 与美国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爆发以后呢 它的所谓现象大概有这样几个 首先是一个出头现象 你看它首相访问基辅 包括提供挑战者坦克 以及援助远程武器装备 都坐在美国前面 而且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包括资金援助 第一是给的早 第二是给的少 尽管钱不多规模不大 但是它始终是一个出头现象 这样呢 或许能够产生某种以英国为主导的拉链现象 比如英国给了其他国家是否跟进 如果通过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远程武器 会不会捆绑和影响美国政策 所以他认为呢 自己在欧洲冲突中表现 会对西方国家起到一个示范效果 第二是它有一个不畏现象 一旦欧洲冲突出现援助中断 或者是援助力度下降 英国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显示自己的存在 如果风暴阴影导弹数量不足 对俄罗斯境内打击能力下降 它马上新一批立即解禁 所以从整个欧洲的爆发以后 英国在整个援助过程中 无论是首相的到访 包括新型武器专门的提供 以及在其他国家援助陷入低谷状态下 总能够听到英国的声音 看到英国的行动 其实除了英国之外 我们还看到英国最近还拉上了法国 一起来讨论在未来 向乌克兰派抢欧洲部队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而且法国外长最近也是直接表态说了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而且还称俄乌冲突 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冲突了 难道说这两个国家不知道 这么做下去的话 会引起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吗 实际上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确实我想特朗普的当选 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 他们是非常的担心 那么他们是担心特朗普 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急剧的转弯 那么也担心特朗普 那么降低对他们的安全投入的力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欧洲国家认为自身的安全 在未来很难得到保障 所以一些国家就开始采取不同的这样的动作 比如说德国总理舒尔茨 选择给普京打电话 试图来重新建立这个沟通的管道 但是另外一些欧洲国家 比如说英国和法国 那么他们继续的坚持现在的这个立场 而且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的力度 比如说英法也是跟随美国同步的解禁了 那么乌克兰用他们的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这个限制 那么现在又开始重新提 是不是派兵的问题 我想有两方面的这个意图 一方面的意图实际上是在探索 是不是有可能在特朗普就任之后 继续的保持某种原物的这样的节奏 那么继续的来支持乌克兰 第二个另外一方面 我认为其实对于英法来说 他们也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强化乌克兰立场 那么这样的话 让特朗普的这个对乌政策 调整的这个空间相对的缩小 那么调整空间缩小之后 我想这个俄乌之间 也是更难以以这个对俄罗斯 有利的方式来妥协 我想这可能是英法 想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根据我们的观察 英法的举动可能只是 整个西方阵营的一个缩影 随着俄欧冲突的再次逼近 关键阶段 美西方开始急迫地亮出 自己的底牌 撕下自己的伪装 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25号表示 华盛顿方面的确在乌克兰 如何使用美制陆军 战术导弹的问题上 做出了改变 乌军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使用美制陆军 战术导弹来进行自卫 美方还会指导乌方 使用这些装备 打击特定类型的目标 这是美国政府 首次正式承认 为乌克兰发射 西方远程武器提供帮助 拜登政府不断采取冒险举动 此前扬言上任后 将让俄乌立即停火的 特朗普团队 似乎也没有那么简单 24号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任命的后任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麦克沃尔茨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提到了特朗普团队 对乌克兰停火计划的想法 他表示 特朗普对俄乌战场上 发生的杀戮感到非常担忧 我们需要恢复威慑 恢复和平 并跳出这一升级阶梯 而不是被动应对 他已经与现任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见面 但是沃尔茨同时警告 美国的对手 不要试图利用权力过渡期 挑拨两届政府间的关系 同样私下伪装的还有北约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罗布鲍尔25号表示 北约必须改变态度 不能只做一个所谓的防御性组织 而是要主动出击 一旦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应首先对俄本土发动 先发制人士的高精度组合打击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25号回应称 看来他们并没有好好阅读 俄罗斯的新版核威慑政策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则表示 北约已经抛弃了所有体面 其真实意图被公开表露 然而 北约内部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罗布鲍尔当天还表示 实施北约新防御计划 需要北约盟国的国防开支 更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 而不是2% 10年前 北约将国防开支目标 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 现在 北约32个成员国中 预计有2%以上 今年将达到或超过这一门槛 北约军费支出总额 在2024年增长了11% 远高于2023年的3% 其实在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 让更多人感到最大意外的 可能还是特朗普团队 对于俄乌冲突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到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团队还没有明确 自己的对于俄乌问题的 一个系统性的方案 但是我们看到24号 特朗普任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迈克沃尔茨 一边是表示对于战场的升级 表示担忧 一边还警告美国的对手 在这个时候不要趁虚而入 他还特别的说到 我们和拜登是一个团队 都是为了美国 那杜先生 那么这是否表明 特朗普上台之后 还会继续的延续 拜登在俄乌问题上的 这样的一个路线 他所谓的这个立即停火 会不会和大家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感觉特朗普还会按照美国利益最大化 去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 无论是拜登和特朗普 这个目标并没有变化 有可能他的路径手段方法有所区别 拜登是把欧冲突的火拱大了 而且通过欧冲突的外溢 让美国在欧洲获取重要战略利益 特朗普上台以后 有可能灭了一个十字路口 如果借着欧冲突外溢和放大 他会评估是否已经达到了美国目标 虽然乌克兰和俄罗斯损失惨重 但是美国在欧洲是最大赢家 通过东扩行动 通过在前沿部署各种武器装备 实际上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感 在北约的领导地位 冷战中最高地位 所以如果欧冲突 能够把美国在欧洲的战略目标 全部形成 而且借着欧冲突 强化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这样实际上美国的利益在欧洲 已经实现了最大化 之前的篇并没有白花 下一步如果采取冻结的方式 或者是按照20年部 加入北约几个条件 对欧冲突前景进行某种规划 实际上这是美国的利益 达成之后的一种补偿手段 所以总的感觉 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 有可能不一样 如果在乌克兰的那方面 缩小冲突 对所谓的降低冲突规模有影响 但是规模降低并不意味着 在乌克兰 包括欧洲地区 美国利益会丧失 相反的会让美国利益 通过欧冲突实现最大化 实现冷战之后 在欧洲的主导位置 其实露出真面目的 还有北约 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 北约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罗布鲍尔25号表示 北约不再只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 需要考虑在与俄罗斯冲突的时候 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当然了 我们谁都没有认为 北约是一个生来就是防御性的 但是如今美西方 连这件皇帝的外衣 他都不要了 杜先生您认为 他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他这句话应该加上两个字 北约早就不是防御性联盟 而且冷战结束之后 作为本身的属性 早就该退掉 华约消失 北约也该同步消失 最近北约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是通过七八轮的东扩 强化了对俄罗斯的军事威慑 如果一个组织是防御性的 不可能通过扩张行动 扩展朋友圈 增加战线来显示自己的态度 但是通过多轮东扩 无论是对俄罗斯的前言存在 包括军事威胁能力 都成为低高 所以东扩是根本原因 另外北约不局限于自己的区域组织 正在向全球组织扩张 目前北约的通过不光是向俄罗斯边界 而且在亚太地区也在进行扩张 所以亚太北约化 北约亚太化 在周边有这种明显的趋势 如果下一步 北约把所谓的美国对手都当成对手 这样在美国主导下 攻击性侵略性将会进一步提高 所以在全球安全过程中 搅动局势的往往是北约组织 所以北约所谓的防御性 早已经荡人无存 其实罗布鲍尔在讲话当中 抛弃北约的防御性 这个大家并不意外 那么另外呢 他提到了一个数字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玩味 他当天表示说 实施北约新防御计划 所需要的总体百分比 更加接近盟国GDP的3% 而不是之前一直在提的这个2% 我们也注意到 大部分的北约成员国大约3分之2吧 今年都基本能够摸到 GDP占比2%这样一个达标线 但是这几乎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大多数能够达到这个达标线 现在如今刚刚达标 北约现在又要坐地起价了 从2%到3% 其实是把自己的预算提高了50% 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这么一生再生的话 北约的军事这样的收租 真的会有一个劲头吗 陈先生 我想这个北约高官的这次坐地起价 其实他这个大背景 还是跟特朗普回归是有关系的 那么特朗普回归的话 首先他有可能会降低 对北约的支持力度 另外一个他会调整对乌克莱的政策 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北约来说 他整个防务的体系 包括北约欧洲盟国的安全 实际上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对北约来说 他也在试图渲染 所谓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使得北约的盟国 特别是北约的欧洲盟国 进一步的来提高这个防务的支出 从而在美国有可能降低 对北约支持力度的情况下 继续维持这个北约的防务 我想这件事情 其实从他的根源来讲 或者大背景来讲 还是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那么俄罗斯和西方 俄罗斯和北约之间 这种安全鸿沟的进一步的加深 那么他这种安全困境的 这个不断的加剧 实际上使得双方陷入到了一个 螺旋是上升的 这种安全的困境当中去 俄罗斯在不断的提升 他自己的军备 那么在前沿的这个部署 其实北约同步的 也是在不断的加强 他的这个前沿部署 那么这样的话 滚雪球的这个投入 就会不断的上升 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说 他应该去考虑 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构建 一个合理的架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继续下去 好的 感谢两位 今天的精彩解析 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可以预料 已经延宕超过 1000天的俄乌冲突 无论何时结束 如何结束 都免不了一番 更大力度的较量和抢筹 实现和平是当务之急 也是众望所归 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 通过对话协商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减少战略风险 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